我們講茂陵區 那個單日降雨量是 一天 所以你看兩天 整個颱風圍期兩天的時間 是破兩天 一千四百毫米你知道多少嗎 多少 14公尺 蛤 14公尺 這一千四百毫米的意義就是 整個茂陵全部都14公尺 我的天 一千四百毫米的意義就是 整個茂陵全部都14公尺 這一千四百毫米的意義就是 整個茂陵全部都14公尺 這一千四百毫米的意義就是 整個茂陵全部都14公尺 蛤 媒體黨政策會執行講 王毅川最近又有了新的驚人語錄 又堪稱是驚距 因為這個凱米颱風 對高雄帶來的雨量 非常非常的可怕 尤其單日的降雨量 茂陵地區就高達了一千四百毫米 結果王毅川在節目上面說 一千四百毫米就是14公尺 14公尺 大概是四五層樓的高度 對啊 因為那個王毅川在這個 爭論節目說這樣的話 大家都非常非常驚訝 就是14公尺 那麼如果一層樓大概是 3.3公尺的話 那真的是差不多四層樓的一個高度 所以很多人說難道高雄是經歷了大海嘯嗎 那麼而且呢 這一千四百毫米突然變成14公尺 不曉得他怎麼算出來的 所以也有很多人會質疑 因為王毅川不是台大圖木系博士嗎 其實他這個圖木系博士到底是怎麼唸出來的 也就是說其實他要幫高雄去辯解說 因為這個雨量非常大 然後造成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的淹水 我想他的本意是如此 但是就是你突然會講到說這個一千四百毫米 變成是14公尺 這也實在太扯了吧 那麼過去大家也有在講雨北城 立刻大家把那雨北城什麼 就是三次去這個發射去攔截 一次的七十趴的攔截率 三次就高達兩百一十趴的攔截率 就把這個拿來做對比 覺得這兩個人實在是這個有志一同 我過去就在講就是說 王毅川 雨北城 還有沈柏陽 是民進黨的三寶 那我想王毅川現在呢 果然那個榮登三寶之手 實在是當之無愧了 三寶頭 畢竟王毅川過去失言的也不少 什麼大陸高鐵沒有靠背 然後又說可以用手機訊號來辨別 用膝蓋想 對 用膝蓋想就知道這些事情 就王毅川失言的風暴 一個一個接著來 這代表民進黨的高層 變成是那種政治網紅嗎 你不要忘記王毅川 現在如果有任何一位的民進黨不分區的 男性立委家如是離職的話 那麼王毅川就可以補上去 變成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 所以這就是代表這個民進黨 他們所重用的人 他們的這個水準可見一般 而且王毅川他現在也擔任重要的黨職 他現在是民進黨政策會的執行長 所以在這麼重要的一個黨職上面 那當然他去上各大政論節目 來幫為黨宣傳無可厚非 但是這樣子一再的失言 不管是講說高鐵沒有靠背 或者是說又可以用手機來監控 來參加這個群眾活動的這些選民 包含他的年齡啦 包含他過去的這個政治的軌跡 然後後來就說用膝蓋想就知道 然後現在又講一個這麼嚴重的錯誤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應該好好想一想 這樣的人還能夠成為民進黨的代言人嗎 同時這件事情我們想問NCC在哪邊 過去中天的案子有關於這個文旦 他的重量講錯 我們馬上更正道歉被罰錢 但這個一千四百毫米一點四公尺 縮成十四公尺 然後我們NCC在睡覺嘛 其實NCC睡了很久 我們本來就在講說就是雙標嘛 綠能你不能對不對 中天怎麼可以呢 中天一定要要處罰 然後對於這些綠營政論節目 一而再再而三的鬧笑話 甚至傳遞假訊息 那我們NCC也不聞不問 其實我們過去真的太多了 比如包含當時的新北 因為侯友宜要選總統 新北的那個幼兒園的餵毒案 他們叫餵毒案 不是餵要案 是餵毒案 那時候是怎麼樣在綠營的政論節目 鋪天蓋地的傳播假訊息 甚至連毒物專家都胡說八道 其實我通通都跟NCC去檢舉 但是NCC事實上 都沒有一個具體的座位 他最多就是要求這個電視台 跟製作節目 他們要有一個回應 包含我自己本身也是 那個民視什麼台灣第一勇的節目 全國第一勇的節目 那麼也是一樣 他們的來賓說 王宏威在什麼什麼什麼地方 說我在台大兒童音樂受訪 其實我那時候完全都在 這個立法院裡面 我們在假洞根本不能離開 他以為他見到鬼了嗎 我有分身嗎 到現場 然後也是一而再再拖了老半天 他們才願意處理 所以也就是說 NCC對於綠營的政論節目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消極 而且某一個程度就是縱容 你縱容他們在節目上胡說八道 你縱容他們在製造假訊息 你縱容他們用抹黑 抹紅的方式去打擊他的政敵 所以這才會出現 就是說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出現 鬧這樣的笑話 他們仍然是這些政論節目的做上兵 而且是幾乎每天都要請他們 坐在上面在那邊人消危 搶救宇川大兵 是現在民進黨最頭痛的任務 作為政策會執行長 以及土木工程博士 王宇川卻一天到晚失言放火 從幫韓國瑜酒策 到胡扯中國大陸高鐵 也是沒有靠背 手機訊號監控民眾到現在 居然可以把降雨1400毫米 說成是14公尺 這種連我們小學生都不會犯的錯誤 真的很讓人擔心 民進黨的政策品質 從賴建德說 淹水只有30公分 宇北城說 烏克蘭地內泊河長12萬公里 到王毅山稱 茂林降雨14公尺 反映出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其實都已經淪為網紅化 談政策只想滑眾取寵 膝蓋式的反應拿來當作評論 無腦攻擊當辯論 天為主 1千4百毫米你知道多少嗎 14公尺 14公尺 就1千4百毫米的意義就是 整個帽林全部都14公尺 我的天 就1千4百毫米的意義就是 整個帽林全部都14公尺 就1千4百毫米的意義就是 整個帽林全部都14公尺 就1千4百毫米的意義就是 整個帽林全部都14公尺 啊